今天去哪裏?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試一下在珠海站這邊 直接坐輕軌去中山南投站 感受一下整個路程和整個票價 和一路的情況看看是怎樣 在這裏進去嗎? 接下來是Tiger 我們在這裏進入珠海站的入站點 然後我們可以直到南投 總共經過六七個站 上車和各位觀眾朋友慢慢數一數 過幾個站點 Tiger 我們現在進入了輕軌站 沒錯 我們現在是等車區域 其實都看到人比較多 其實這個輕軌今天我們坐的 就是A2檢查口的C7644這個班次 就是我們城濟7644班次 它的終點站就會是我們廣州南站 廣州南站 這個開始的站點就會是我們珠海站 整個叫做港珠城濟高速 港珠城濟鐵路 我看到它的班次都是由珠海出發去廣州南 每十分鐘都有一班 其實十多分鐘就有一個班次 它班次是比較多的 它停靠的這個站點各有不同 就是它不會說每一個站點都停車 它設計的這個時速大概是200至250公里每小時 所以其實去到南投 計一計時間 應該不用40分鐘 30多分鐘就到了 我剛剛看是38分鐘 38分鐘 OK 我們現在就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就過去那邊準備出發 OK 走 有經驗 有經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各位观众朋友 刚才我们通过38分钟 在我们珠海站 来到我们南投站 看到这10栋的产品就是我们眼前面这里 总用时是38分钟的 那我们这一趟和谐号 它再行多16分钟 就会到我们这个广州南站 整个通勤 整个路线大家各位观众都比较清楚 那我们可以说回我们这个叫做港珠城制这个铁路 它就是我们中国里面 八横八重的交通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节点来的 也是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珠三角环线这个我们铁路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整个交通情况就和各位观众朋友说完了 刚才看到我们只是在小南停了下车 然后直接到我们南投站 两站一停 那我们现在就去我们整个售楼堡 和各位观众朋友接下来下一趟的内容 那由于我自己的这个核酸超过72小时 刚才出来之后 现在就在这里直接做一个快速的核酸检测 那由于我们走到出来 那我们整个轻轨站后面 就会是我们整个海鸭纷纷城了 未来的大型摄像要看 那我们可以看到正在余波与图的施工中 那我们整个公寓产品都基本上可以叫做燕楼发售 OK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今期节目我们就请到我们海鸭的 这个我们开发商的这边的一个施工队 就是我们这个华西建筑的 这个华西建筑这边就讲普通话了 这边就是我们项目的这个养种 对 这个养种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负责人 对 这我们香港观众朋友也就很想来了解一下 我们整个华西建筑的一个情况 还有整个未来我们这个商场会不会如期开张之类的问题 那我就知道其实我们华西啊 它就算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话 中国来说比较古老的 算是一个很有年份 且那个拿过很多荣誉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集团了 对啊相当的成功 对那我们不如就逛一逛工地那边吧 对我也有几个现场的问题想问您 好的 来 杨总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八栋的一个入户 还有那个正式的外力面了 对的 这个是我们就是八栋的这个入口 就从这里 从这个地方进去 然后进去以后就是我们的电梯大堂 电梯大堂 对 对 现在我看到其实整个外力面算是完全完成了 玻璃都安装好了 对 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俊工收尾这么一个阶段 俊工收尾的一个阶段 对 然后就马上也要进入这个装修的一个环节 对对对 装饰装修基本上 你看这个外力面基本上也是装修完成了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一些细部的一些收尾 在这个阶段了按照那个开发的那个节奏 就是轻轨和我们的那个商场是有一个连郎的 那个连郎呢就是应该是要在明年计划动工 因为那个其实施工应该很快 现在其实我们整个工地的一个面貌啊 算是我来过这么多工地来说算是最整洁 算是最整洁 这个评价其实相当高 因为我以前也是做过这个行业吧 就工地的一个情况啊 卫生情况啊 包括整个我觉得是那个井井有条了 对像这个的话就是我华西的一个成功之处 华西呢一直秉承是绿色施工绿色华西这样子一个 这个理念 环保的这种理念 所以说呢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华西都是讲这个一种常态化管理 就是说所以你每天到这个地方看到的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常态化管理就每天都是如是 不是说今天来做个工夫给你们看啊 对对对是的 对对对 其实我们整个项目啊 他现在也听到热火朝天啊到处该弄室外的 都弄室外 该去做我们的那个二气结构做结构 是整个工地的话大概上班人数有多少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工地的人数应该是有六百五十多人 嗯这个样子 六百五十多人同时的这个是同时吗还是 是是同时同时 OK哇那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是另一个方面的保证了我们这个保质保量的一个交付哦 对按照现有的这个其实我们商业部分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主体结构基本上都已经封顶了像我们的那边那个商业它的主体结构是已经封顶了然后这边这个也是主体结构封顶了就是在装饰装修这么一个阶段 呃哎杨总我想看到这一部分了我就觉得很漂亮这一部分其实是我们以后商场的什么内容 呃这个呢是我们以后商场的一个下层广场 下层广场对就是呃首层和一层实际上都是我们呃商业的一个最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比较重要的部分其实这里就是我们副一咯现在眼前看得沉下去的对对对OK 它以后好像听说是有个很大型的那个叫华人万家会在这里面是入住的嘛对对对就是在我们副一层这个位置对对对对没错 那以后这边的话像这个造型就只是我们人形吗还是说它有那个景观呢还是那个做演唱会这种做梯这样的感觉 呃当然它配有那个电梯就是扶梯这种但是这个大致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形的一个一个这个通道 主要用于人形对对对对OK明白 包括我们这个上面都是有一部分就是那个广场哦就会也是有容易广场对对对 您讲到这上面这一部分我就想问呃其实我们像现在那个项目部这个位置楼上应该就是我们的艺术中心对不对 对是那艺术中心现在还没有看起来见呢呃艺术中心呢其实上在呃很早以前我们的艺术中心的基础包括地压室都已经做完了 现在是到郑富林这个位置了 因为暂时因为我们建生活区的原因呢暂时这个是停滞了 因为但是呢艺术中心它因为上部的这个结构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复杂体量也不是很大 所以说那个呃建的也比较快大概就半年的时间应该是我们的主体呃包括我们的装修都可以完成 就是差不多半年时间对对对那个厉害其实那个你说小也不小啊对于你们华系来说可能这只是个小小主体对对于那一块来说应该是很小的一块了OK明白明白那我们的话就继续逛一下这个地方 这块呢我们应该说我们企业对这个工程这个质量这一块嗯都是呃应该说是最关注的我们的企业领导不是为了赚钱而更多的可能就是关注我们企业今后的发展那发展就是要质量 所以说从我们的主体结构开始包括从我们的钢筋混击土包括水泥嗯这些主要的这种结构的这个质量我们都是都是用的品牌大品牌的比如说我们是跟勺钢是一个战略合作OK勺钢对对对勺钢这种全采购的这种钢材全部都是大大厂的那种那种钢材OK明白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材料 使用的比较过硬刚刚听杨总您讲到钱这个事情我就想问您一个比较私隐的一个问题其实呃我们开发商海雅这边就给到你们华西的进度款就是这个准时吗哦目前呢就是海雅这块呃付款呢都是按照我们就是合同的节点呃正常的付款呃没有任何的拖欠包括我们呢也是按照呃这个合同的这个要求跟我们的呃分包 製造商供应商包括我们的劳务工人呃就是正常的在付款呃这个值得点赞因为我们知道海雅这个集团啊做我们这个项目它几乎是没有跟政府政府去借过这个商业贷款的都是我们海雅全资去做的这个海雅广场所以呢我相信这一方面开发商再加到我们华西这么大的一个建筑方的话 整个观众的一个信息会增强很多对对的那也是因为海雅呢应该是呃对于这个这个他们的现金流啊就以前最早是做百货的嘛嗯现金流应该是非常的好整个氛围真的工地的氛围真的相当的好其实我见到很热火朝天呢也很干净 那个杨总我想问您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它有没有拿过什么优质的奖项啊呃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呃两期了最早的是我们的一到三期一到三期这块呢我们拿过的呃广东省的优质工程嗯广东省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示范工地嗯呃包括的优质结构 还有呃中山市的这个这个优质工程奖这些都呃全部获得过那几乎都是包揽了很多很实实在在的在地方在广东省或者在中山市这边的一个奖项几乎都是囊括了对对对对对对的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投资项目那我们能拿到这奖项那其实我也是侧面的印证了我们华西建筑跟我们海雅这边的一个实力情况呀对这是这个也是 包括我们再见的参见的这个呃相关的这个人员的努力啊我觉得也是分不开当然也跟我们海雅集团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对那像我们现在就是来到的是我们商场的这是三层还是四层呃对商场的这是三楼还是四楼四楼这是四楼这个是三楼三楼三楼OK那杨总这个部分的话我就已经是封顶了呃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最顶上因为他这个是层层的这种 阶梯嘛对然后就越往上他就这个顶就收了一盏这个是相当于是露天的也是一个广场呢是这样子我先站的就是我们三楼的一个露天广场露天广场对对对就是走廊好的明白那我们这个封顶呢那到时候实际我们的交互时间其实我们一直说的就是那个二三年的六月份左右就是市营业到九月份十二月份的正式的这个叫做拍业 其实像这个的话您觉得这个进步有什么呃按照目前呢就是建设单位给我们的一个进度计划呢对呃就是要在今年的年底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最慢的这一块呢是在八七也就是我们的AB洞呃最最就是AB洞这一块呢就是最最慢的话呃然后目前呢应该是在做基础这个阶段嗯但是按照我们的进度计划是在 那年底我们要达到五楼整个商业呃部分要封顶呃到那个明年就是商业要运营嗯这么一个状况那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是按照这个现在的现有目标就是对今年封顶全部搞定然后那个明年就是正式就是就是投入那个装修阶段进行运营对对对对哎那您刚刚说的AB洞其实就是我们了解的就是这种海亚双 双子塔对吧对双子塔对那就是我现在我面前看的这一部分对对对对OK其实这一部分的话现在是在打那个装机对对对我们的基础装OK这一块行那这个的话其实我会想着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开业的时候这里会不会因为因为这个AB洞的双子塔而影响我们这边施工会不会呃不会呃因为这个我们的就是五楼以下我们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云印嘛嗯嗯嗯 然后真正到明年这块哈其实我们的这个AB洞这一块也是全部都已经封顶了嗯嗯嗯全部都已经基本上也是在收尾这么一个阶段了对嗯嗯也就刚刚听您意思说也就是说我们AB洞这两栋呢就是说明年我们这个商场是云印的时候也是最少也要进到五层楼高然后再继续往上建然后那个就是可能二四年才能交互到这个AB洞但是那个问题也不大 不会说影响到商场对不会影响呃就是因为我们真正你到二四年你就是说到明年的话嗯其实大部分的是在室内的一些装修这一块其实外里面啊包括其他的那些大型机械设备都已经拆除了哦明白明白也就几乎是用不到这个大型机械设备对对对对对所以对商场的影响是没有影响的那就很好这是个喜讯啊那像很多那个我们香港客户啊还有澳门观众朋友啊就知道了这个我们今天 这个工地情况也听到杨总您这么讲之后呢对项目肯定是更加的有信心因为我们整个项目你说有600多个人是在施工的一个情况下而且我们这个整个平方数算是中山吧最大的一个商场对吧对对对对对有这么多人在施工就是没日没夜的这么干像杨总这种比较杰出的我们这个华西建筑这么有实力的一个我们的施工方就进行这个施工我相信整个质量啊 还有包括后期的一个营运啊包括他装修部分呢也会很好哎杨总那个那我就问你一个题外话关于那个其实很商场是我们支持的这个我们观众可能就是了解情况知道那个我们应该就是能顺利的交付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去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工具产品那个其实装修啊这些其实有没有我们选材表啊或者是那个选材的那个质量可以看一下呃我们选材 我们选材的话就是按照呃海雅的一个管理规定嗯那么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建筑材料都是先要送样呃样板得到建设单位的确认以后然后我们呃要呃进行签字确认然后才是批量的一个采购哦也就有个定样的一个情况下对对对对对就不是说自己想要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材料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多方面的一个控制对控制 有一个质量还有一个材料的一个选取对OK那杨总那今天的采访其实也就差不多结束了就感谢您感谢您对对对感谢您这很多香港观众朋友啊其实就很喜欢就而且要了解清楚买一个物业下来呢真的就是说有一些像我们国内人来说可能就半辈子积蓄一辈子积蓄可能对香港观众朋友来说可能现在疫情情况也不是说特别好但他们能选择去投资来选择我们海雅兵分成我相信那我们一定要 把这个信息给过我们的观众朋友 小贝啊嗯我们看一下我们华西的这个宣传片吧 呈建八方领域铸造智慧都市 延展美好空间引领品质生活 中国华西作为一家国有建筑施工企业 我们用实力与责任让建筑焕发绿色的生命力 业务涵盖建筑工程 市政工用 军工设密业务 机场厂道 机电工程 钢结构工程 其中设备安装 装修装饰 地基基础 超高层智能建筑施工平台等工程承包业务 经营地域遍及国内17个省市自治区 以及香港 澳门和东南亚地区 我们用一个个善进精品 助力深圳速度 融入时代发展 因为中国华西最早避属于四川的一个华西集团 然后四川华西集团最早的也是老一批退伍的军人 然后组建的 是在1982年的时候 就是资源深圳的一个建设 然后来到了深圳成立了中国华西 成立了中国华西 对 这真的是一个老一代有红色基硬的一个我们的铁军 对 其实我们华西是应该是有很多那些比较出名的 然后或者是比较很成功的那些建筑 或者一些 我们在深圳的主要工程 就是像深圳的体育馆 深圳的体育场 包括深圳的华为科研中心 深圳的大运会 运动运动员村 广州美宁馆 成都西尔顿国际酒店 包括重新的农心中心 就超级多像这些刚才像杨总您讲的这些项目 其实有很多我们是正在日常使用 很精彩有去到用到的一些大型的公共配件 基建类的 对 像我们的那个深圳的体育场 应该说是 整个深圳的应该是第一个鲁班奖 鲁班奖 对对对 获得深圳的一个第一个鲁班奖 然后鲁班奖是在2018年 然后我们就是中国华西捐赠给了深圳的博物馆 鲁班奖的一个货 算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设计 还有这个我们建筑里面算是等级很高 不是最高的一个 应该说在建筑行业里面 鲁班奖是最高的荣誉了 最高的荣誉 对 是 平时我们听销售 听内厂说我们的这个沙盆奖就很多了 今天我们要试一下 在我们的西宫延长这里 请我们的杨总和我们 讲一讲我们的整个区块头 和整个沙盆奖 杨总也想麻烦您给我们观众朋友来 去讲一下 您对我们这个效果图的一个理解 还有整个交付的时间 这样子的就是目前来我们整个这个效果图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其实已经竣工验收的那个一到三期应该说竣工以后应该得到了这个各方业主啊包括是社会各界的一致的一个好评啊然后这边呢我们整个这一块就是我们目前在建的那个四到八期的一个工程主要就是商业 这个是我们的八九十号楼也是一个公寓 然后整个我们这个整个这一块那是我们的那个五期的一个商业 目前商业这块呢我们整个这一大片都已经主体结构都已经是封顶了 那么就剩下我们的这个八期这块目前是进度是应该是说目前来说是最慢的一块但是呢我们的目前是在进行那个基坑基坑支付和一个装基础的一个施工阶段 按照我们就是建设单位既定的一个进度计划是要在今年的年底我们的主体结构也就是在这个五层要封顶主体结构要封顶 然后在明年的六月份那么我们是要进行一个试运营 然后到明年年底那就要正式进行运营 那么还有一个同时我们在施工的这个AB洞双支塔 那也是在明年的年底我们的主体结构要全部都要封顶 包括装饰装修也会正常的插入这个施工 不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商业这个云印 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七七也就是我们的艺术中心这一块 艺术中心这一块呢其实上目前的一个状况是我们的地下室是已经全部封顶了 那么现在呢只是主体结构上部结构呢暂时是没有施工 但是这一块呢应该说体量也不大施工的应该进度也是比较快 应该是大致就是半年的时间应该可以全部施工完毕 那听杨总您这么讲之后呢我们就对整个项目的商业的交付时间呢就更加的清晰 那个整个交付如果是能入期的交付呢相信我们的买到的那个业主朋友啊肯定会相当的开心 那我还有几个两个小问题小问题像那个我们南投轻轨站这边是有个连郎的 你看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效果图里看得到这个是从轻轨出站口就直接跟我们的商业是有一个 呃人间对一个连郎的然后就说出站 设计入商场是这样的设计一个连郎 哇这么快那今期节目呢又接近尾声啦 那都很开心呢可以入到我们海瓦崩分城的整个施工现场 那都跟我们讲解了我们这个施工速度啦 和未来的一个进攻时间这个进攻节点的 那今期的节目呢 那我们就会看了不同的角度呢去看回海瓦崩分城的一个建设 那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呢也会多一丝信心啦 那下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去讲回我们现在这个临街商铺的现状的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记得关注我们加油起事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各位观众收听我们加油起事频道啦 那如果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仔可以现在订阅 暗卖旁边的钟仔那就不会错过影片啦